こんばんはみなさまたまです 久しぶりです 今天我们来学新的日语童谣 之前我就是有拍过两个日语童谣的单元 所以答案的反应还不错 就是想要听 想要学更多的日语童谣来学习日语啦 那么今天我们来学的这首童谣叫做 如果你有搜查这个 你会发现到这个 这首歌其实是蛮出名的 蛮有名的 Donguri呢 它就是有些人会叫做 橡果 橡胶的橡果 橡皮擦的橡果 那么有些人是叫做栗子 它就是属于那个 松鼠喜欢吃的 卡通里面那个 迪士尼卡通里面那个松鼠喜欢吃的 那个 有些人叫栗子 所以这个Donguri K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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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滚的意思 K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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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啦 所以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首童谣怎么唱嘛 Donguri K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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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guri Koro Koro Donguri Koro programs Regarding Dea Vai cont bus who each show ni asomda ga やっぱりお山を恋しと ないてはドジョンを困らせた 好了以上就是这个 ドングリコロコロ 这个童謠 它是有分两段 就是有故事性的 那么第一句呢 就是ドングリコロコロ ドンブリコ 它是什么意思呢 ドングリコロコロ 就是它吊下来的嘛 然后就棍棍棍棍棍 然後 丼鼓 就是 掉進去了 掉下去了 掉下去哪裡呢? 就是 お池にハマって お池 お池にハマって 陷在那個湖裡面 掉進去湖裡面 然後就陷在裡面 さあたいへん 糟了 掉進去這個湖裡面 然後 接下來就是第二個主角出現了 どじょうが出てきて こんにちは 代替他還是知道什麼的嗎? どじ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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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どじょうが出てきて 就是出來了 他就打招呼 這樣子 ぼっちゃん 一緒に遊びましょう 他就是跟那個どんぐり 他就講說 ぼっちゃん 通常是 年紀大的人 跟年紀小的嘛 所以這個 泥球呢 算是已經有年齡的了 他就講 ぼっちゃん 就是孩子啊 讓我們一起玩吧 一緒に遊びましょう ぼっちゃん 一緒に遊びましょう 然後他們兩個 就一起開始玩了 那麼接下來呢 就是第二個 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也是一樣 どんぐりごろごろ ヨロコン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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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非常開心 這個 相果 翻本吧 非常開心 ヨロコンデ しばらく一緒に遊んだが 就是呢 一起玩耍 一陣子了 一起玩耍一陣子了 可是呢 だが 遊んだが やっぱりお山をこいしと やっぱり 就是 還是 お山 お山 山 山 因為它 這個相果呢 它是在這個 森林山裡面的 一棵相果樹 就掉下來 所以 它很想念 它還是很想念 森林 お山をこいしと こいしと こいし 就是想念 想念 然後呢 當它想到 森林 還是很想念森林的時候 泣いてはどじょんも困らせた 泣いて 苦 泣いてる 苦 泣いて どうじょう どうじょうを 困らせた 這個是しえきけ 就是 死到水 怎麼樣 死到 尼秋先生呢 很困擾 困らせた 困る 困ら 困らせた 所以呢 它整個故事呢 就是這個相果 然後不小心 砰 掉進去這個湖裡面了 然後呢 糟了 這時候呢 尼秋先生來了 跟他打招 こんにちは 然後他講 孩子讓我們來一起玩吧 坊ちゃん 一緒に遊びましょう 然後呢 很開心的 在湖裡面 然後 玩了一陣子 しばらく 玩了一陣子 しばらく 一緒に 遊んだが 然後呢 やっぱり お山を 恋しいと 就是 還是很想念 山 還是很想念 以前 他的家鄉 這樣子 泣いて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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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ドジョンを困らせた 哭了 然後呢 死泥秋先生 困擾了 就是這樣子啦 那麼呢 我們在結束之前呢 再唱多一次好嗎 那麽 那麽呢 今天呢 我們在一個 DONGURIKOROと同窑呢 就大致結束啦 那麼你喜歡今天影片的內容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讚喔 然後分享出去 那麽如果你還沒有訂閱他的頻道 記得訂閱喔 這樣子 妳可以第一個時間 收到他媽的最新動態啦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的內容的話 現在先嗎 お疲れ様でした バイバイ